这次呢,关心她的人非常的多 包括了圈内的好友 那么Hibby说,发生这种事情真的很心痛 还有之前呢,跟Selina合唱过的王力宏 也在微博上表达了关心 希望她早日康复 而现在更有上万名的网友 为了Selina在网络上举办了祈福活动 穿着粉色小洋装 Selina在台上和江蕙又唱又跳 让台下的观众看得好开心 不过现在Selina却因为拍戏而受伤 而且伤势不轻 在事发之后,艺人朋友们也为她加油打气 像是Hibby就难过的直说 好舍不得,很心痛 还说好想抱抱她 任爸任妈也心疼的说 宝贝,你一定要好好的 看得出来语气中充满着不舍 还有之前合唱过的王力宏 也在微博上表达关心 希望她早日康复 更是有上万名网友为了Selina 兴起了祈福活动 Selina在2001年开始出道 当时才刚从北云女毕业 看起来还有些青涩 不过出道后形象渐渐转为小女人 而且一直以歌手的身份 直到最近几年来 开始有了多元化的演出 而这一次其实就是她首次担任女主角的角色 没想到就发生了意外 不过SHE成员受伤不是第一次了 像是之前Ella为了表演 从高处跳下不慎摔伤腰部 在医院休养了将近一个月 当时Hibby和Selina也是陪在她的身边 而这次Selina因为拍戏受伤 让身边的人都觉得非常心疼 希望她早日康复 这一新闻杨神中张宁台北 在我们报道